好,略過,各位自己可以看一下 第二個是中間加一個什麼 中間這邊是一個net bar 放在content裡面的net bar 做法上不太一樣,不過前面我們 我印象中在我們的前面範例有講過,所以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這個範例應該是在 在我們的那個頁面裡面 印象中應該是在哪一個呢 在10幾的樣子,我印象中我們有做過 是不是在106 好像201的樣子,前面有做過,所以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這個放在中間的這個 是這個 古文之美204的部分 204有沒有 放中間,只是他有六個了,這邊只有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有net bar 四個 那net bar四個裡面分別放了四個,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你就先放四個東西 然後分別是什麼 地圖 標示 景點 規劃 跟 網路搜尋 那做出來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那來看一下 裡面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 插入一個DIV 就是 DataLaw改成 net bar 他就變成 再來 UL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用那個項目符號 他就會產生UL 那分別輸入1234這四個名稱 分別再加上什麼呢 超連結 連結到哪裡 這個地圖標示的話 連結到地圖 那這個連結到home,是連結到那個 清單 那個清單裡面 另外的話這個 導航部分有沒有 導航部分的話是連結到 這個是一個項,將來是 做一個程式 觸發這個按鈕 之後呢 我們可以連結 到另外一個方法 一個方選 這個是網頁搜尋 這個是連結到 也是一樣 一個項 裡面的話呢 就是連結到一個按鈕的事件 事件的話就觸發到一個方法 OK 那這邊會有一個轉換效果 不過這轉換效果可加可不加 大概會是這樣 再來的話 中間這邊有 兩段程式 兩段那個文字 這個文字部分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上面有樣式 這個樣式的部分 需要加什麼 CSS 才能長這樣子 所以特別注意 在我們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實際上 會有 總共會有 1 2 其實常常有三段文字 這個文字 show detail 跟 create time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update time 不過update time這個地方 基本上 是空的 因為沒有update過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沒有 有 分別後面會有個class 這個class就是指的是說 它的樣式 有沒有 由 這個 這個 這個class 叫details details 的 css 決定 這個是 create time 去決定 你會想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 是 怎麼會有這個css呢 實際上 這個css 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在完成檔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完成檔上面 會有 幾個 這個style 裡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style 負字貼過去的 裡面的話會有個點 基本上就是一個class details 實際上就在哪裡呢 css 裡面 你可以看到css裡面有個details 有沒有 它一定有個點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實際上 我們前面好像有講過 新增 有沒有 類別 類別名稱 你就給它什麼 這個名稱給它叫details 有沒有 類別 一定是個點 就可以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實際上就是 css的樣式 裡面有哪些樣式 非常簡單 就是 form的size 18 顏色的話是這個顏色 那其他還有沒有 其他我看一下 他主要就是一個顏色 一個字 還有padding的設定 就是寬 它的邊界的部分 方框的部分 有沒有這邊有相關的設定 方框的部分 這裡有相關的全部一樣 然後 然後 這個邊界 實實 做出來效果就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的話 這個上面的效果 實際上就由誰決定了 由這邊決定 字的話 顏色 是 這個 blown 有點像 這個 咖啡色 Fone size的話 18 ps OK 其他 是邊界設定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將來各位要建立什麼 CSS的話 特別注意 記得 從哪邊建 這邊有個 建立新的CSS 找類別 給details 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什麼類別 套用在 文字上方 所以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行文字 所以三行文字 其中那個update time 因為我們還沒update 所以不會有這個文字 所以會有 這兩段文字 他套用在這上面 OK 那這 再來就是底下有一個什麼 nebar 有兩個 一個是編輯 經典 一個是刪除經典 那這個我想一樣 請各位再看一下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所以 前面三個頁面 大概前面 都有說明過